高雄市的左营区这个国小两个班级已经传出确定有新流感的病例 所以停课了 校方进一步追踪来源 结果发现呢 感染的学生都是来自学校旁的安亲班 更惊人的是原来这个安亲班已经有实力的确诊个案 但是家长根本不知情耶 还继续把孩子送到这个地方 也形成防疫的大漏洞